另外三人向张小凡走了过来 我俩都得到了橱柜里的东西 有没有兴趣合作 你得到了什么 我拿的一号柜的钥匙 里面是一本美食书 那两个坏掉的柜子 有可能是被人强行破坏 把里面的东西偷走了 又或者是里面的食材自己跑了 自己跑了吗 对 那是成精的食材 他们可以伪装成任何食材 躲在任何地方 伪装吗 下一刻张小凡看向冰淇淋 我真的只是一个做冰淇淋的 不要伤害我 你们都口渴的话 我给你们做冰淇淋 啥口味都有 我看你就挺美味的 你是什么口味啊 我 我不能吃 开个玩笑 给我来个草莓味儿的 好的 客人 给您 真巧啊 我也喜欢草莓味的冰淇淋 好 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别 别打架 我还有很多草莓味的都给你了 你剁的什么玩意 怎么了吗 剁的什么垃圾 难吃死了 很恶心你知道吗 怎么会呢 那 要不我再给你做一个 垃圾 阿墨 你不要搞事 我可没搞事 难道难吃也不能评价一下吗 这些卑微的小鬼 天生不就是为我们服务的吗 这位先生 你说是吧 你说的不无道理 但在惊悚世界 我们也是卑微的 又有什么资格去欺负一只人处乌海的冰淇淋鬼 欺负我的伙伴 我吃了你 滚 不知死活的东西 榴莲不会死了吧 要是我们后面的食材需要用到榴莲 我们岂不是被他害死了 你叫张小凡是吧 我听说过你 很厉害 跟他们这些废物合作 不如跟我合作 被他们拖累 可就不值了 你说怎样 垃圾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个垃圾 你不配 呵呵 这是你的选择 希望你不要后悔 这家伙太嚣张了 他是个怪人 很不合群 进入车厢后一直主动挑事 那家伙看起来不像个傻子 八成是看上我的鸡了 诶 又小了一些 那个混账东西 我一定要报仇 别担心 有机会报仇的 你要给我报仇吗 如果你肯帮我报仇 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有事我一定帮你 可以 今晚就帮你干掉它 此时冰淇淋还上心的待在那里 别太在意 那家伙是故意挑事 说不好吃的 你做的很好吃 所以能给我再来一个吗 真的吗 给您 随即张晓凡狼昏虎咽的吃了起来 冰淇淋也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很快就来到晚上八点